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我们为了吃铁锅炖鱼,中国的东西 特意来到了,可以说以前传说是在韩国最危险的地方 犯罪率非常非常高的地方 也就是首尔的大林洞 离人川比较近,开车大概二三十公里 属于首尔的一个区吧,一个洞,叫大林洞 大林和九老都专门是给中国人开的饭店 还有什么炼歌房 还有什么卖中国食品的地方 还有你看鸭脖了 中国的游戏厅了 还有吃狗肉的狗肉馆了 反正全都是为中国服务的店 而且还很多中国人在这生活 对于韩国人来说这边是比较乱 比较印象中吧,是比较脏乱差 然后喝酒的酒蒙子也比较多 不知道啊,吃什么鱼 我们正在选吃什么鱼呢 什么鱼刺儿少啊 蛮有刺儿就不是买的啊 没有刺儿的 少 这个鱼,你去买这个鱼去呗 这个两个 刺儿少是什么鱼啊 鲜鱼,鲜鱼 一起炖 什么叫香鱼啊 香鱼三道鱼 三道鱼,这是三道鱼 三道鱼 这个鱼炖一个 然后要加饼子的 然后你去买鱼去吧 没有鱼 我们是先逛一趟,回来还是先去 你们饿,我饿就先去 先吃得多长时间 他去买鱼去 他说没有鱼了,要去买鱼 那怎么也得逛一逛了 买鱼很快 你准处来鱼得多长时间 你买回来炖鱼 半个小时能吃吗 半个小时吧 那这半个小时我们在附近逛 我们七点回来 6点半,你给我炖着 这是一个铁锅炖鱼的店 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大锅 这个大锅 行,非常好 这边好 我们就定这个桌 定这个桌 鲜鱼饼子 这店 不用吧 不用吧 很热闹的样子 你去把这个老公 给他两千块钱 把这个车停这边 你问这条 把车停哪这儿啊 把停这儿它能停 哎呀 哎呀 这边停车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我们现在停的那个地方 就是白色车的那个地方 半个小时要两千块钱 半个小时就是十二块钱 一天是一百五 一天一百五十块钱 好贵啊 感觉比住宾馆都贵啊 你看这边全都是很诱人的中国菜 涮毛肚 至青春涮毛肚 就跟在中国的感觉真是一样了 这边是铁锅炖大鹅 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 炖大鹅呢 我没吃过 还有野兔 笨鸡 铁锅笨鸡 笨鸭 野兔 霹雳 龙虾 炖牛蛙 我天哪 老孙长请上二楼 我请你吃个牛蛙呀 铁锅 香鱼 炖鲜鱼 香鱼 炖鲜鱼 那是两种鱼啊 哦 这两个放一起的 那咱吃两个一起 你多少啊 他家生意还不错哈 还得是大林这边 这个是专门的兰州面馆 这个档次在韩国来说 装修的就非常好了 一栋楼啊 一栋楼 招后厨呢 还招女受影员 应该是新开的店 对对对 新开的店 我们再往这边看看 胖子狗肉馆 24小时的 狗肉馆 汉江饭店 这就是一个民宅的一楼 那这边的这个 房价肯定是挺贵的 看 胖子狗肉馆 炖狗肉的 现在很多人都反对吃狗肉啊 但是 其实韩国 本地人吃狗肉的也不是特别多 感觉都是 在韩国的朝鲜族的中国人 好像 或者是老头老太太啊 他觉得狗肉滋补的效果好 才会吃狗肉 我们也不小心去吃过一回 但是不知道它是狗肉 是因为他说那个是营养汤 我们就吃了 没想到是狗肉汤 一点都不好吃 而且死贵死贵的 非常贵 一点都不推荐 而且这个东西也很 哎呀 这就是酒蒙子了 大林经常出现 喝的醉醺醺的 我本人也遇到过一次 在大林就是我开车路过这种 这种地方 然后就有一个喝多了的大哥 一头就撞到我的车的前引擎盤上了 就趴上了 应该是喝的特别多 我当时愣了能有一分多钟吗 我不知道是该开车还是 该就在那儿等着他起来 过了一分多钟 他自己起来了 走了 所以这是我很可怕的经历吧 所以以后开车来大林也 一定要小心 这是绝位压不轮 在韩国也挺流行的 就是卖压货的 卖中国食品店 然后中国美容院 馅饼烤玉米 这些都是本身韩国没有的 韩国吃的真是非常少 七五龙虾 什么叫七五龙虾呀 是七吗 应该是七吗 这是非常热闹 非常繁华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看周围的银行周围的街边的情况 到了晚上都是非常脏乱差的 给人不太好的感觉 但是对于吃货来说 这边真是不二的选择 韩国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林九老 这两个地方是连着的 在首尔市内 还有个地方就是安山 不是中国的那个安山 是那个韩国的一个叫安山市 那边也是打工的人比较多 中国来的 东南亚来的打工的人比较多 那边也比较乱 经常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跟安全相关的事情 治安相关的事情 还出了 前一段时间我还听说出了命案 就是喝多的人 给对方给杀害了 所以说这边口碑特别不好 经常出现类似命案的事情 这就是大概我对这个大林的印象 今天过来是特意要吃这个 铁锅炖大鹅是够呛的 因为我们这些人吃不了 今天要吃的是 要吃的是什么呢 铁锅炖鱼啊 铁锅炖鱼 其实平方里头也行 我们上回 铁锅炖鱼 铁锅炖鱼也吃过一部 好吃吗 我觉得狗肉都不好吃呢 我在老家吃的狗肉挺好吃 是什么呀 是汤吗 还是什么呀 就是狗肉汤嘛 他买的狗肉 不好吃 在家和狗酱 不好吃 贼贵 没有在老家做的 特别贵 我俩也是不小心吃了一回狗肉 我们不知道吗 然后你上他老家去 不认识啊 他家叫营养汤 我们以为什么 我们那边那个老家的狗肉 这一条鱼是狗肉过 我们还有驴肉 有狗肉 我们家那边大肥驴肉 驴肉我又买了 又买了 又买了 上回驴肉被扣了 我弃而不舍的又买了一次 你们认识吗 大林市场在哪 你要想买什么东西 就逛嘛 逛一逛 看到啥没 人穿没有的 现榨的甘蔗汁 芸豆 玉米烤玉米 芸豆是韩国没有的东西 手机壳 打字的手机盒是不是 小咸菜 要吗 你要买蔬菜的话就往前走 那边还有一家卖冠豆腐的 是吧 咱们可以去吃 哎呀 这个小咸菜你要买吗 我想吃这个 脆脆的 回来买吧 吃完饭 回来买 要不就完了 我还想吃一碗鱼呢 但是我就不怕 哦 铁板鱿鱿鱼 咱们回来买麻辣拿走看吃 来这吃 好 这是小串 阿香锅串儿庄 看着就好辛苦 麻辣香锅 以前还没吃 来过这儿 我们没走过这个地方 面食的 卖饼的 两瓶 包子 山西刀削面 这是冻的吗 还是鲜的呀 卖榴莲 韩国很少有卖榴莲的 这是多少钱呢 肉还不错呢 行我三个来买了 这是卖肉 我只要买小的 我不想买大的 咱直接买肉嘛 就这个 你直接买肉不好吗 我不要买肉 我就喜欢这个 我就喜欢那个 我们一会买个肉吧 这肉是多少钱呢 这也怎么那么小呢 两碗肉 我自己吃 你看开了五碗花 这么点东西 开花越多 就是里头越多 肉越多 你看这个 这个里头就代表 这个肉 我明白 两万七 你把肉给我掏一下吧 还不行是吧 不行啊 你不加自己掏呗 我帮我掏一下呗 你帮我掏一下呗 对啊 对啊 确实挺帅啊 我给你现金嘛 对啊 哇 这一天卖了好多呀 啊 真是 这真不贵哈 这个咱妈上次给咱买那种 差不多 差不多 有几个肉呢 这个小榴莲 这里边肉多 你看这个肉多大呀 他会买 这肉就是比大的也差不多 哇 不想吧 不想吧 我一看他我就喜欢了 嗯 那个那一半没有肉吗 有 有 真是挺肥呀 嗯 哎你这直接肉和带壳的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啊 这上没有写价格哈 嗯 他有一半 就是说你看好哪一块就看 这个我不过拿这个榴莲鸡好前一条点的 嗯 哇 真是太出锅了 那个前一条点的炖鸡 嗯 这个榴莲鸡才好吃呢 嗯 但我没有勇气这么多 我觉得他炖了一锅 哈哈哈 炖鸡啊 天呐 榴莲鸡 你太会挑了 真是太会挑了 真是 绝对太粗肉了 嗯 对啊 全是肉 对啊 这个怎么出这么多肉 嗯 这个专业人士 我不知道为什么出这么多肉 这个怎么出这么多肉 这个怎么出这么多肉 它长得好看啊 真好 真好 两万七 两万七你去找我钱 啊 山竹 三千 这不下一个啊 哎 这是什么呀 这是牛肉干吗 这多少钱一个呀 啊 这是什么牛肉 牦牛肉啊 不是牦牛肉啊 高原雪域 哎 这山竹多少钱呢 那个八千 八千 八千 八千五个呀 八千五 哎呦 我去 啊 哇 是不是我做的 哈哈哈 真厉害 哎呦 两万七 咱们五块 三万的才两块 吃个六百十十多年 真厉害 那是小菠萝 哎 这个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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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买吧 啊 小菠萝啊 这个好啊 不要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的 啊 小凤梨啊 真丰富啊 真丰富啊 这是什么肉啊 牛肉 没有驴肉啊 什么 不带这个榴莲味的 啊 你这榴莲卖好多啊 靠边靠边 你说这四月两个七 给她弄弄的一个超过 哎呦 卖榴莲好多呀 我们买了一个驴榴莲 也挺便宜的 我俩就吃了 好像千两天难受嘛 吃了好几天没吃完 但是肉没有这么多 就是在咱那个附近 那边也有卖的 东方面食又是鸭货 还有疯狂烤翅 但是这饭店都是偏贵 新大海五百块钱一串 三块钱一串的小串 又是鸭博王 又是牛肉干 他这个牛肉干 有点贵 牛肉干 两万五 小的好像没怎么吃过 沈阳烧烤 这边就是威海人来的多 山东人也多 东北人就更多 你看枫儿就是一个 特别能感知到幸福的 能感觉到幸福感的人 他就很容易开心 对 我也没觉得不爱吃啥 也没觉得特爱吃啥 啊 妈呀真是 真是 真是 差太多了 这是中国的菜店 在这边生活 真是幸福感太高了 云豆 云豆是韩国人不吃的一种蔬菜 400克是500克的 不知道 这是人参吗 芹菜 淘导不是人参 这什么东西 淘导是介绍于狗宝的一种 这个水果萝卜 对 水果萝卜 生面瓜 真的吃的东西太多了 早上要买点粥干什么了 没想过去 这就是到了中国了呀 这一条鲜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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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咸菜的 但这还不是大林市场 这不是大林市场 这是大林12号地铁出口站 我们还没怎么逛过这个 坐地铁12号不跑出来的时候 我也买点姜豆 我也想吃姜豆 哎到吃粽子的时间了吧 是吗 要过节了 这两天了 要买吗 好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